有位男士在辦公室裡無緣無故被老闆罵了一頓 他覺得很冤屈 心情當然不好 回到家因為一件小事罵了兒子一頓 他事後很內疚 於是乎出去喝酒 喝完酒後在駕車回家的途中被警察截停 發現酒精超標 要面對刑責 原本只有一種痛苦 現在就變成多重的痛苦 一行禅師曾經分享一個關於童心箭的故事 他說人往往很喜歡把一些痛苦放大 例如一個被箭射中的人 當然會感到痛 但是如果他把第二支箭射在同一個位置上 他當然會更加痛 完之後如果他把第三支箭射在同一個位置上 這個痛苦就可以超出一個萬倍 剛才的故事就說 那個男士當然避免不了被老闆罵 但是回到家其實他可以選擇 跟家人分享自己的感受 他或者也可以分享一些方法 去釋放自己的情緒 相信是可以避免之後的痛苦 我們大多數的人生問題 並不是由第一支箭所引致的 而是我們如何回應第一支箭所引致的 第二和第三支箭 往往其實是由自己發出的 也是我們對第一支箭的反應 至於射不射出這些箭 其實你和我都可以選擇 90秒心靈教室 你的心靈補給站 你覺得我不會選擇 都可以選擇 真的嗎 我們自行的